我们开始上课啊 我们回到我们什么地方了 回到我们这个讲义下面 然后我们看着也 我们开始学习这个指针术主 指针术主啊 然后接着啊 我先给他介绍一些概念啊 先介绍一些概念 我们看着啊 其实有些这个概念 有些人不太听得不太明白 一个回到这 一个叫做指针术主 一个叫术主指针 好 我们现在指 这个是第二班再来学了 所以后面再来学习 然后这个不是我们现在 这个方程 因为现在就把这个最资本来 选完就OK了 然后接着啊 这个指字上是这样的啊 他是宿主 你要注意 他实际上准确一点 他应该说指针的宿主 那接着强调的重点是后面的一个 就像是说 小先右的我 重点是强调是我 而不是小先右啊 所以在这里面 他是宿主 然后接着每一个元素都是指针 然后接着这一个代表的是指向 应该是这么说 他是指针 后面是啥就是什么 要指向 宿主的指针 这个我们后面就一半再来看 就一半再来看啊 所以先介绍这个概念 以后看到这个 什么 有时候我要想一下了 我真的想 有指针数 数字指针 只是一个术语 术语这一个就没关系 关系在于你怎么来理解啊 好 现在来一个 我们来一个学一下这一个 名义 我们来一个 我们先学的是那个指针数组 好 好 我们看一下啊 硬桃的A 等于10 硬桃的B等于20 硬桃的C 等于30 好 现在呢 那我就定一个 硬桃的新花P1等于取地质A 硬桃的新花P2等于取地质B 硬桃的新花P3等于取地质C 这个就是我们以前的一些用法 我不再重复了吧 这个应该能明白吧 首先呢 你要发现一个地方 如果说我要你写100个这一个 我要你写100个这一个 是不是最终就很烦了 你要起ABCD这么来起名 就像A0A1A2也得起吧 所以后面我们引出了什么东西来 来保存这个 宿主了吧 所以后面我们就来了一个 是不是我就开始有一个叫做宿主 我们的东西这个我留留着啊 先稍微改一下 好 现在呢 我就可以来一个假如你有三个元素 我只给你 我就只要当三个元素 好 给你三个元素的话 现在是不是来的 012 可以吧 那接着是三个元素 你这个这么来写是不是就很麻烦了 那现在接下来 我现在在这里面 你说写指针 你一个一个保存 一个东西也很麻烦了 那接着你看一下 是不是我 首先它类型是什么类型的 这个宿主 用它新类型的 那说明它每个元素都是指针嘛 那接着我现在来一个 是一个一个宿主名啊 有多少个 三个了吧 好我不写在一起 我一个一个一个看 是你现在我可以出手画 我不出手画了 我直接在这里面 是你P0 就等于取地址了 谁 A0了吗 好 接着这一个实际上就等于谁 A 就相当于说 上面这个是和这个是等样的 这一个和这个是等样的 因为你的取地址 A0 首元素地址不就是什么吗 是不是就是那个 好 现在来一个是谁 P1等于取地址了 谁 A1 那接着P 还有一种写法等于什么 A加1 是不是 好 还有一个P什么 P 等于什么 取地址了 谁 A2 然后接着 这一个就等于P 这个等于什么东西 是不是A加2了 好吧 那接着实际上呢 这种方式和下面这种是等价了吧 然后接着到来看一下 那接着我们这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刚才说到的一个这个就是我们的指针数主 然后接着它是宿主来的没别的 然后接着每一个元素 都是什么 支针好 接着在这里面那就最后呢 我们这么来弄的话 这是一个这么一种写法 那下面我们 我可以把它用个方循环搞定啊 首先你求它的元素有多少个 inter的N等于 看着一样的 sizeoff 谁啊 P 首元素了 然后你除以sizeoff什么 P多少 第0个元素 那接着这一个也要呢 不要不要看这一个这个是类鞋啊 你把它合在一起 那不就是一个宿主了吗 看到了吗 那接着是你的宿主的大小 除以你这一个某一个元素 某个元素大小 然后接着在这边你打印一下 它N就等于3了 然后接着在这边我写一个forge 我可以用啊 I小于N I加加好 现在来一个操作 我不是要负值吗 我可以这么负吗 P I等于什么取地址的谁 A是搞定了 或者说你后面是直接可以A加多少 I也搞定了吧 然后接着呢 我再来一个forge 你喜欢我来干嘛 我把它内容取出来 我我通过这个 I小于N 来加加好 看着 现在我来一个操作在于 看着这里 Printf 然后接着百分号D 然后反鞋-N 我不 如果我通过这个A就没意思了吗 我先是通过这一个 首先来一个大看着 我想说如果我写个P I 我能够得到我想要结果吗 为什么不能 因为你PI保存的是谁的地址 你是某个宿主元寿地址了 所以有些人 我是不是你的地址前面加个新花就操作你指针手指向内存了 好 现在我就这么来写一下 我们看一眼啊 好 我在这 我把这个稍微录一下 是要点九零 我这个IP是多少 是啊 是要点九零 好 接着回到这 现在我等会画图了 等会的话 那现在我来在这边 就谢谢零一 然后接着 零一啊 可以吧 所以在这里面你要注意 所以你要的看得更加清楚一点 你就可以加扩号也可以不加 好 接着在这里面啊 现在我给你画一下这个图 这一个呢 我在这里 还是一个是不管学什么东西 画图就比较形象 比较好理解的嘛 好 接着这个够了啊 指甲数数 好 我们把这个打开 来看 老规矩 画图 在这 有一个 a 一个数字吧 那接着我就给你三个元素 好 接着在这 你来一个 这一个是什么 这是我的a吧 然后接着在这里面是 这边是第0个元素 第1 第2 它是这么来生的啊 这个是第1个 0 数字0 这是什么 第1个 这是怎么 第2个 好 现在整完之后 这个我用第1个数主 这个类型先不用管 你是叫P名字 用3个元素 是不是 好 我稍微改走颜色 用第1个数主 了解在这里面了 有什么了 是不是就有 这一个啊 我说在讨论什么呢 你在这先听啊 在这边是有一个叫做什么 P了吧 然后接着你看到是有3个元素 就是每 你只是说你每个元素都印头 其实没关系了吗 好 现在来一个操作 这一个这个职业 这里看到 我现在来做 我这一个 实际上和这一步的操作 一不一样的 一样的吗 那接着我在这里面 你看着啊 这一个看着啊 我在这里面 我有些人可能会疑惑 这一个为什么得到输嘴 大小 那我给你看一眼 为什么能够得到了啊 首先你看一下 我在这边写啊 size of P 你是得到数组的大小吧 你有多少个元素 三个元素 然后 然后每个元素什么类型 印头些 是不是 那接着如果假如说我的是这种 我现在是64位啊 或者32位吧 整个简单的 好 接着你是不是这大小就等于三 乘以 32位是多大 是等于多少 12了吧 好 接着有限就 这个P 0 这是我测的是第几个元素 第0个 元素 那我第0个元素是什么类型 是不是 印头新类型 是等于多少 等于4 那最终你一除它不就变成3了吗 是不是啊 一样的嘛 你看到一个类型啊 好 接着你看一眼往下走 我现在整网了 只有现在这一个 现在你是不是把A0的 给我P0啊 那我P0这个位置保存A0的地址吧 所以在这啊 到底你看着我这里是取地址的谁 A0 好 现在呢 这边是取地址的谁 A1 好 现在是什么 取地址的A 啊 好 在这儿呢 是不是说你在这里面 你这一个A0 就指向于我第0个元素 好 接着这一个 指向第一个 好 这一个 指向这一个 好 现在来看操作 你像这一个循环 包括上面操作就这样啊 然后接着呢 有什么情况的呢 如果说 怎么样的呢 如果说你直接操作 看着我操作 现在操作这个 有几个操作了啊 首先一个 你如果直接操作P0 是不是就操作P0这个元素 直接操作是你这个元素的内容 它是谁的地址 是不是A A0的地址 但是这样没有意义了吧 所以我前面要加个什么东西 加个新花 我操作是你指针所指向的谁 类传是把这个0打印出来 你先知道为什么加个新花了吧 要接着 还有一种情况 你要想操作元素 有几种写法 你操作这一个元素 我看到 这个元素 有几种写法 有一个是P P 这一个是什么来的 首元素地址啊 然后接着 我现在是来一个P0 是这一种写法 还有一个是什么 P 这种是等于加上 0 哦 应该 然后接着 在这边加个什么 新花 是这两者是等下的啊 所以说在这里面 你看到呢 我现在这个P0 和这个新花 P0 所以最终这新花谁 P了 所以在这里面 当然看着 我在这个地方写 我除了这么来写了 你要注意一个是什么 它是和这个是等价的 看着 P方框 前面说过和什么等价 是不是 P方框 I是什么 P 什么 P加I 框号前面加个啥 加个C 是不是 这是和以前是一样的 所以最终的结果 也是一样 是吧 是吧 需要记得 P方框 I是等价于这种 你前面还得加个新花 才可以啊 所以你看一下这个图 你前面还可以 加个新花 好 接着在这边 我写一个 看着 P 方框 I 然后等价于 什么 是不是新花 P 什么 加什么 所以你在这里面 P 是不是 我就可以用这个来替换了